上了英国有封面的报道 整个双北桃园上空是不满厚厚的雷雨包 北部地区甚至是突然下起了大雷雨的部分 导致桃园机场以及松山机场的航班大乱 有多架班机因此受到延误 甚至得转向到其他的机场去 而目前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 使用一班原定从金门飞往松山机场的华信航空1276班次 因为在降落时受到封切的影响 已经在晚间9点多转向高雄的小港机场 另外桃园机场也因为雷雨以及侧风过强 目前通报有四班是改飞高雄 包括马航的MH68长荣BR238雅加达起飞往桃园 还有BR129大阪起飞 以及新宇JX718从河内飞回来班机都有受到影响 就已统整一次目前掌握到的最新资讯 松山机场有一班航班转向高雄 而桃园机场有至少四班是无法顺利降落 只好又开往高雄去 只是说等到降落之后 旅客拿完行李入境 高铁可能也已经开出了末班车 旅客们可能就得转达台铁 或者是客运回到北部去 而后续我们也会持续为你掌握到 各航班的最新资讯 再把时间先交还棚内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